凯里说几天前提早接种阿斯利康的试验者 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最严重的副作用也只是发烧而已 尽管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出现血栓的几率很小 但卫生部建议人们在接种后的4天至4个星期 观察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有出现以下5种症状 应该立刻就医 第一 连止痛药都无法减轻的严重头痛 第二 躺下或弯腰时头痛加剧 第三 不寻常的头痛 伴有视力模糊 恶心 呕吐 说话困难 虚弱 嗜碎和癫痫发作 第四 皮肤出现小斑点 瘀伤或出血 第五 呼吸困难 胸痛 脚部肿胀或持续性腹痛 第一 脚处裂肠剥剥削与脚尿 第二 颗腹钟 胸痛 胸痛 脚部肿胀或痰宿